凌驾在人民安全之上的政治目的 这个就是这几节我跟大家谈的一些话题 什么是凌驾在人民安全之上呢 我们人生我们本来就是需要有一个人生安全 我们在美国选择这片土地因为以人民为先 美国现在从去年开始 可以说新冠疫情就是一面招妖境 把所有的问题呈现出来 平常看不到的都全部抽出来 人民突然间在这一两年里面突然间发现 生活上面安全上面 没有了安全 没有了这个最基本人民需要的东西 警察帮不到自己 在外面可能会被打劫 突然间在路上面走都会被人家袭击 打一个针不知道是否安全 走到supermarket买东西 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感染病毒 完全不知道自己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今天过了明天不知道能不能过 所以很多人不管是什么种族 他们心里边都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一种思维 一种思想在里面 美国的这个司法制度从去年开始已经半退休的一个状态 他们说 因为新冠的关系 很多的这个法庭都是关闭的 门口关闭 里边只有几个人两三个人 然后全部都塞好一个电脑 用zoom的方式 你再用手机在家 面对着你的这个人 然后就帮你去判决 很多的判决因为这个原因 也就已经dismiss 全部都取消掉 不用再判 因为觉得判也没有用 监狱也太多人 不停地在监狱里面放人出来 罪案不停地上升 但是呢 司法呢 不停地下降 那很多人 take advantage 因为很多人 带了个面罩 带了个口罩 他出去伤害别人 出去偷东西 抢东西 他知道他不需要负上任何责任 有的人说怪罪 因为这个立法 跟这个立法完全没有关系 法律还是那一套法律 问题是有了法律 没有人去实行它 法律就是空谈放在那边 大量大量每一个地方都是这样 警察就变成了一把生锈的刀 因为警察部门越来越短缺 资金越来越少 政府也没有去看管 警察部门就好像一个 自生自灭的一个团体里边 他们也不知道自己 能够明天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形 奥林的一个警察 他在网络上面他就post 他说 我们有枪 他拿了一把很大的 一把冲锋枪 这把是连发的一个 就是远程可以设计的一个枪 还有一个面身器 上面还有一个非常长的500米的一个望远镜 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军事里边用所用的一个追击枪 那这个枪他说这个只不过是我们奥林警察里边300把 的其中一把 他的意思是什么 我要跟你示威 我们警察部你不要来惹我们 你惹我们的话 你不得好死 这个是一个很温和的一个讯息发出来 但是这个可以给人民可以看得到 枪是纳税人所付的钱 所对付的也是人民自己 这个本身就不是这个国家本来应该有的一个面貌 但是这个国家已经走到一个两极化了 政府他已经没有了一个力量来去看管 他能够的就是授权给你警察 你自己看好你自己的地盘 万一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也是自身自免 警察不是人 他每一天晚上回家 他都是要找一个很安全的方式回家 因为不知道有没有人会伏击他们 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生命会受到危险 每一个警察他在大部分的城市里边工作 每一天都要工作12个小时 警察的Shift最短的都要10个小时 12个小时的工作下来 有的时候还要Overtime 回到家换了衣服休息吃点东西睡个觉 还不到8个小时 马上就要回到他的岗位里面面对他的身世 所以警察是一个非常可怜非常可悲的一个工作来的 在这里不是说美国的警察非常可怜非常可悲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可怜他们 问题是这个问题产生到让警察 滥用了他们这个权利 全美国 我不是说一个地方 全美国的警察都因为他们授予很大的这个权利 只要有puppable cause puppable cause就是他眼见的一个疑问 一个华裔自己的去一个判断 个人的一个判断 他自己听到或者是他看到 他感觉到受到一个威胁的时候 他就可以使用最高的武力 这个是美国的一个司法制度的一个最大的漏洞 不要讲什么种族 不要讲是黑人打白白 白人打黑人什么人 我们有华人的警察打死了不同民族的人 我们有华人大量大量的华人被不同种族的警察打死 在这一个警察的里边 如果要用这个 就是我们的一个racist 一个歧视来讲的话 太长远 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讲 唯一我们能够判断的就是 是否错误的杀人 这个错误的杀人是每一天 每一天都正在发生 刚刚这一位黑人被杀死 这个警察 这个警察 他被判刑 三条不同的这个谋杀 误杀 全部都判定了 最高刑罚要75年 那当然我就讲一下 我说 很多都是这样 判了两年之后 他可以上诉 那在不知不觉间 十年八年 他可能就放出来 那是什么事 有多少事 那是什么事 这个事 就不得了 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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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的 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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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崴